第406集,我不是他。 伴着一路原声,童言上了神墨峰顶, 圆曲坐在石头上,抱着那把怪剑正在静养, 听着脚步声睁开眼睛,发现是他,不由松了口气。 哎呀,你终于出来了。 明年开春的时候,便会召开青山大会选出新的掌门, 神墨峰当然不愿意接受,却不知该如何应对, 因为他们都习惯了顾青或者童言来安排这些事。 最简单,最有成算的策略就是全力支持诗悦峰。 圆曲刚把炉子下的碳点着,铁湖里的水还都没有开, 发现童言便已经做出了决断,不禁有些茫然, 想了想却发现这确实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只有同样是通天境的广源真人能与方景天争掌门之位。 不行。 赵蜡月从洞府里走了出来,面无表情, 童言没有指望他能会给出理由, 也早就猜到他不会接受这个安排。 那就要想别的办法。 赶紧想。 童言给圆曲使了个眼色, 圆曲正了正,回到殿里爆出一大堆卷租, 那些都是他从上德峰搬回来的门规。 青山门规真的很复杂, 童言与圆曲看了一天一夜, 也没有能找出何用的东西。 赵蜡月向来没有这方面的耐心。 明年春天之请我回来。 说完这句话, 他召唤出福斯剑, 踏剑而起, 化作一道红线, 向着北方的天空而去。 福斯剑的剑光消失在天际远处, 圆曲终于放松了下来, 摸了摸胸口, 看着童言有些不安问道。 如果师父知道, 你与顾师兄准备推他当掌门, 会不会一剑劈了我们? 我的境界不好劈, 你比较危险。 赵蜡月遇见出了青山大阵, 便能在地面看到如火般的红树。 越往北去, 大地的颜色越是丰富, 层林尽染。 然而再往北去, 颜色又逐渐单调起来, 景物也渐渐荒凉。 秋逸随之而身, 来到雪原边缘, 白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白的城, 被雪覆盖着。 它没有落在城里, 而是去了雪原边缘的那座庭院。 一百多年前, 雪国女王怀了孩子, 雪原混乱不堪, 很多参加煤会的年轻修行者失陷其中, 包括白枣与景久二人。 各宗派强者来源, 一夜之间在这里修建了好些庭院, 事后这些庭院都留了下来, 直到如今, 这些庭院隔断时间便会修缮一番, 所以不显残破, 在雪里偶尔能够看到梅花轻松, 很是清美。 赵纳月落在一片庭院里, 何瞻迎了出来, 看着她微微一笑。 百年不见, 这些曾经的年轻天才, 都已经成长成了真正的强者。 赵纳月进入了破海上景, 何瞻在雪原里苦战百年, 兼修水月安于果成寺两大圣地的功法, 竟也不比她差什么。 院后的造访里忽然响起碗筷破裂的声音, 赵纳月神情威异, 看了何瞻一眼, 何瞻捂着脸。 她最近在学做饭? 像瑟瑟这种玄灵宗的大小姐, 做饭简直是世间最困难的事情, 要比炼至清心灵难上无数万倍。 但如果做的是火锅, 勉强还是可以吃一吃的。 蒸腾的雾气在院子里升起, 然后被寒风吹散, 三人围桌而坐, 碟子里放的都是些寻常的羊肉、 豆腐, 真正珍贵的, 反而是那几盘从居业成 千里迢迢运来的青菜。 瑟瑟从与赵纳月重逢的惊喜里平静下来, 看着她关心问道, 她现在怎么样? 赵纳月低头把盘子里的肉吃完, 平静地抬起头来。 我没去炒个成。 瑟瑟与何瞻对视一眼, 有些吃惊,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以赵纳月与景久的情分, 她出关后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她, 而是来雪园, 这怎么看都有些问题。 想必有什么隐情, 这也不方便问。 瑟瑟低头开始吃肉, 桌边的气氛变得有些怪异。 赵纳月知道她们误会了。 雪园最近情形如何? 那场大战后, 女王应该也受了些伤, 派了数量不少的亲卫雪怪来南边。 如果浸雪园深了, 压力会比较大, 但白城与边墙的情形, 要比往年好很多。 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受潮, 现在看起来, 今后数十年里, 应该也不会有事。 刀生前的情形如何? 她的伤势极重, 养了几十年也没有完全恢复, 短时间里还无法出手。 明年春天的时候, 产子会从朝歌城来这里。 连三月死后, 一道雪亮的刀光冲出了白城后面的那座小庙, 杀进了雪园最深处。 刀胜与雪国女王的那一战, 直接打了十年。 这一战真的是惊天动地, 壮烈无双。 无数人都来到了雪园外围观战, 虽然他们看不到雪园深处真实的画面, 但可以看到那些坍塌的黑山, 可以看到冲天而起, 直抵苍穹的雪雾。 在那十年时间里, 雪原的地震就没有停止过。 刀胜在这场战斗里, 展现出了强大的不可思议的战力, 以及近乎疯狂的战役。 大概只有柳慈与连三月离开人间之前的最后一战, 能与之相提并论。 唯一的区别就是, 刀胜没有死, 拖着重伤后的身躯, 回到了白城后山的那座小庙里。 神尉北军的指挥使, 当年被警九在朝戈城皇宫里杀了, 中州派依然在军方拥有极强以及极深的影响力。 刀胜重伤后的这几十年里, 封刀教受到了神尉北军的极大压力, 曾经的控制范围被吞噬了不少, 尤其是昆仑派在中州派的支持下, 声势见大, 在冷山里与封刀教发生了多场冲突, 暂时未能分出胜负。 双方约定明年春天, 在以前的列阳侠安救治处进行一次比拼, 以此决定冷山的归属。 这场比拼,五场分胜负, 明显是学的百年之前青山宗与中州派 在朝戈城里的那场较量。 至于为何会定在明年春天, 自然是因为那时候青山宗才会选出新的掌门, 这也是何瞻想不明白的地方。 警九还没有醒, 青山掌门之位眼看着要一手, 赵腊月为何会来雪原? 我的境界有些不稳, 需要一些战斗。 赵腊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何瞻与瑟瑟, 却觉得原因不止于此。 赵腊月不是第一次来雪原, 这次却是第一次进雪原。 进雪原之前, 他先去了白城后面的那座庙, 当年他与果冬在这座庙里, 等警九等了很长时间, 果冬走后, 他还等了很长时间, 直至满城梨花白, 才断发离开。 他来到庙里, 站在那尊佛前, 短发被风吹得就像野草一般。 这尊佛本来是金佛, 不知道是过了一百多年的缘故,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金漆斑驳, 剥落了很多, 露出了里面淡红色的泥胚, 看着有些惨淡。 佛前那柄三丈长的铁刀, 也有些弯折, 最可怖的, 是中间有到极大的缺口。 可以想象刀胜与雪国女王的那一战, 打得多么激烈, 女王又是多么可怕。 他在这座庙的门槛上坐了一年, 双方也算是熟人, 直接问道, 你怎么样? 那道浑源却又有缺的声音, 缓缓响起。 死不了。 赵蜡月心想, 这声音里的缺口明显比当年多了很多, 即便死不了, 只怕也很难好。 你要进雪原? 赵蜡月把对何瞻, 瑟瑟说的理由重新说了一番。 不要与他争。 那道声音消失了会儿, 才再次响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如此年纪便已经迫害上京, 确实天赋了得。 一致惊人, 绝不在当年的他之下。 但想要杀死雪国女王, 终结人租大患, 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 他不行, 你也不行。 他当年坚持要做这件事, 只是想与锦阳正, 事实证明这是错的。 我们不要于人正, 要于天正。 我没有那么蠢, 我不是连三月, 也不想成为他。 浑厚的笑声在小庙里回荡着, 就像是终生。 刀圣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不想成为第二个连三月, 哪怕有些像, 因为他不想成为 锦阳心理的替代品, 大概正是这个原因, 他才会剪短了他的发。 当年他想集合一批强者进入血缘杀女王, 连青山隐风与云梦后山都打过主意, 可除了我与裴白发, 没有人理他。 锦阳的回答最绝, 也就是那次之后, 他们便形同陌路, 直至今世。 他怎么答道? 别打扰我飞声。 小庙变得安静起来, 即便是赵蜡月, 都觉得当年锦阳的回答太过冷漠无趣。 像锦阳这样的人, 这一世居然会为了他拼命, 他应该很开心吧。 可是他走了, 他又如何开心呢? 你我还是得活着。 不愧是锦阳的真正传人, 想法都一样。 所以不用担心我。 赵蜡月说完这句话, 御剑向着血缘深处飞去。 福斯剑脸了血光, 因为他不想惊动太多人, 也不想惊动血缘深处的那位。 赵蜡月离开的时候, 何瞻正在院子里给瑟瑟烤鱼, 同样安慰他今天的火锅很好吃。 白城里很多地方 也发生着相同的事情, 普通人们彼此安慰, 彼此开戒, 只是与往年相比, 街上跪拜的信徒少了很多。 刀圣在小庙里养伤九十年, 人间久不见神迹, 信仰自然见淡。 这些普通人并不知道, 在那片他们绝对不敢踏足的血缘里, 无时无刻都有修行者在里面, 与雪国怪物们浴血战斗, 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 人族与雪国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 对那个奇异的国度已经有了些了解, 尤其是百年前, 雪国女王产子前后发生的事情, 更是让人族强者们坚定了判断。 雪国的生命不知源于何处, 但似乎并不需要粮食与元气, 只需要寒气本身便能源源不断地铲出。 当雪国怪物的数量超过某条线后, 北方寒意不足以维持, 那些雪国怪物便会自行, 或者被女王驱使着南下, 而形成可怕的兽巢。 如果人族不想面对七百多年前那样的大兽巢, 便必须保证雪国怪物的数量 不会超过那条线。 既然人族强者没有办法把太阳拉得离地面更近, 便只剩下了一种方法, 不停去雪原里, 立杀怪物。 多年来, 梅慧道战都会选择在雪原杀怪, 便是这个原因。 雪国女王似乎并不在乎那些低节沉迷的死亡, 只要不去激怒她便好。 没有颜色, 也没有带出醒目光辉的浮丝剑, 消失在了雪原某座黑石山后。 没有隔多长时间, 那处的天地气息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雪崩的动静, 恐怕隔着数百里也是那样的清楚。 风刀教与昆仑派, 还有神卫北军的强者们, 感受到了契机的变化, 纷纷掠至高空向那边望去, 感受着随风传来的血腥味, 神情微变, 心想是哪家宗派的大人物进去了。 数十日后, 赵拉月越过了数十座黑石山, 来到了雪原的腹部, 放眼望去天地间一片雪白, 再没有别的杂色。 她的白衣上沾着各种雪国怪物的各种颜色, 不一样的血迹, 在苍茫一片的雪地里, 看着非常醒目。 雪地上出现一道笔直的线条, 那是被剑膝融化的表面。 扶丝剑贴着雪原地表而行, 她复着双手站在剑上, 衣衫飘飘仿佛仙人。 只是她的眉眼太默然, 杀意太足, 更像一个魔女。 没过多长时间, 扶丝剑停了下来, 前方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 从远处无法看到, 站在近处向下望去, 却是那般的可怕。 积雪附在崖壁的黑石上, 就像是残破的墙面, 赵拉月没有任何犹豫, 预见而下, 破开那些从地底涌出来的钢峰, 来到数十丈底的一个崖洞里。 崖洞的石壁上, 有些地方极其光滑, 明显是被某种鹦鹉磨过, 角落里还能看到某种僵状物的残留, 只有极高级的雪虫, 才能拥有这样的力量与侵蚀性。 她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 向着崖洞里走去, 没走多长时间, 终于看到了崖壁上 被剑火撩过的痕迹, 那些剑火痕迹里残留的气息, 她非常熟悉。 赵拉月伸出手指 摸了摸那些剑火留下的胶痕, 接着有些意外地看到 石缝里挂着的几根天蚕丝, 百余年的时间, 竟然还没有能掩盖掉 所有的过去。 这就是当年景久与白枣 被困六年的崖洞, 这里发生过很多故事。 她想了想当年景久 应该是坐在哪里, 便在那里坐了下去, 闭上眼睛开始调息。 进入血缘七十余天, 她杀了七百六十二只血怪, 品杰都不是太高, 除了有只王杰雪虫比较麻烦, 但难免还是有些累。 洞外传来呼啸的声音, 风雪渐大, 洞底也传来了呼啸声。 当年顾清等人为了救景久与白枣, 直接挖进了地底, 后来又用巨石堵上, 时间有缝隙, 自然有风, 风雪声渐大渐小, 带着某种冷力, 却令赵腊月习惯, 甚至喜欢的韵味, 让她渐渐进入了空明状态。 数日后, 她睁开眼睛醒来, 眼神有些冷淡与不悦, 洞外传来了人族修行者的声音, 那些人应该是在谈论她。 不知道是哪家大宗派的前辈高人在这里杀怪争刀? 教主说过, 我们有欲说这位一定要理解有加, 千万不可得罪的对方, 我想可能是果成寺的高僧吧。 如此说来, 我们一路收了那些雪怪尸骸, 会不会不妥? 前辈高人岂会在意这些身外物, 也算是我们发笔小财。 是谁? 大家快散开。 那些修行者的对话忽然变成了惊呼, 紧接着, 无数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就像是无数块沉重的岩石 从天空砸向了地面。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里是昆仑派的地盘, 你们这些萧小之辈竟然敢来偷抢宝物, 还不给我滚! 那些人族修行者自然不服气, 却又不敢与这名昆仑派强者如何。 忽然破空声响起, 紧接着便是一声闷哼, 以及数声惊呼。 容道友,容道友你没事吧? 阁下身为昆仑派长老, 居然下死都手, 你难道打算把我们全部都杀完灭口啊? 那名昆仑派强者寒生说道, 这个疯道教的庸人居然胆敢向老夫出手, 死也活该, 今日只是断了他一臂, 了做教训而已, 便是刀圣来了, 又能说出什么别的道理? 洞外顿时变得鸦雀五声, 如果刀圣还能出手, 昆仑派还敢如此嚣张吗? 那些修道者为了些血虫尸骸都能大打出手, 赵拉月根本不想理会, 但当他听到后来的那个人自称此地是昆仑派的地盘, 立刻改变了主意, 他起身向洞底走去, 挥了挥手, 无数道渐以凌厉而出, 瞬间将顾清等人当年重新毒死的巨石, 斩成了碎屑, 走了出去。 那些修行者正在对峙之中, 忽然发现血压间走出来一个女子, 不由惊呆了,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雪地上到处都是深约半丈的坑, 露出里面被冻得极硬实的地底, 想来是那位昆仑派高手的手段。 那些修道者都带着伤, 其中一个人伤得极重, 右臂已断, 坐在雪地里极为硬气地没有发出声音, 应该便是那名风刀教徒。 赵拉月看了两眼, 望向那名白发苍苍的昆仑派高手, 问道, 你的名字? 能够深入到血缘腹部的修行者, 实力境界必然不凡, 更没有人是蠢货, 尤其是看到赵拉月从雪崖里走出来的画面, 所有人都知道, 他必然不是个普通修行者, 只怕大有来历。 那名昆仑派高手微微眯眼, 注意到血压破口里残留的剑椅, 心神威灵, 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 问道, 青山宗的道友。 赵拉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看着他再次问道, 你的名字? 那名昆仑派高手的眼睛, 眯得更加厉害, 视线落在他如野草般的短发上, 有些吃惊问道, 敢问可是神莫丰主当面, 老夫乃是昆仑长老彭斯, 有理了。 听到这句话, 那些修行者很是吃惊, 纷纷望向赵拉月, 心想这位百年前极有名气的天才人物, 不是一直在闭关吗? 为何会忽然出现在血缘里? 那名叫做彭斯的昆仑派长老, 从震惊的情绪里摆脱出来, 心神威定说道, 既然是神莫丰主出面,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他开始发现这个女子是青山宗强者时, 最担心对方是青荣丰主难忘, 此时知道对方是赵拉月, 巨翼便尽数消失。 赵拉月闭关之前是有野上镜, 天赋确实惊人, 但就算闭关百年, 又能修到哪一步, 依然远远不如自己。 当然, 他也不想得罪青山宗, 交代完这句场面话, 便踏见而起, 准备离开。 忽然擦得一声轻响, 无数飞雪, 狂舞而起, 其间出现一道鲜艳至极的红色, 就像断袋一般飘舞着。 那是浮丝剑的剑光, 也是鲜血。 昆仑派长老的右臂离开了身体, 向着天空飞去, 他惨叫一声, 根本顾不得还击, 向着高空逃去。 赵拉月伸手一指, 无数道凌厉的剑以破空而去, 那名昆仑派长老摇晃了两下, 从飞剑上跌落, 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 就此没了气息, 他的身体上出现无数个洞口, 鲜血从那些洞里不停地溢出, 还有些极幽暗的光点, 向来应该是见鬼的碎片。 呼啸的风雪声里夹杂着痴痴的轻微声响, 那是血水从洞里挤出的声音。 那些修道者们都惊呆了, 完全说不出话来, 那名叫彭斯的昆仑派长老, 乃是昆仑掌门何谓及其器重的臂宝, 境界实力极高, 怎么就这么被他杀了? 而且他居然杀得如此轻松随意, 这名百年前的剑道天才, 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 众人用了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 赶紧给那位风刀教徒救治。 那可是昆仑派的长老, 赵风主居然这么一剑杀了, 难道不怕两派之间发生大事啊? 看着向着深渊那边而去的剑光, 一名修行者鱼记未消, 那名风刀教徒脸色苍白, 看着剑要消失在风雪那头的扶丝剑, 带着感激与敬畏。 你们可能都忘了, 全北当年第一次下山的时候, 是凭什么出名的? 修道者们还真不知道百年前的事情, 纷纷出言询问, 那名风刀教徒满脸崇拜。 就是杀人! 当年赵纳月跟着景九第一次离开青山游历修行, 确实杀了很多人羽妖, 正是在那趟旅程里, 他展现出来的手段与心性, 让青天司官员施风尘生出极大巨疑, 继而引发了那么多事情。 事实上, 他跟着景九这么多年, 早已有了很多改变, 手段和心性依然可怕, 却懒了很多。 如果今天遇到的不是昆仑派的人, 他可能不会出手。 问题在于, 当年景九去云集镇警员隐居, 六十岁来寻他的路上, 遇到了昆仑派的人, 双方起了争执, 六十岁受了些伤。 当时景九对六十岁说了一句话, 如果遇着了, 我给你打回来。 可现在景九还在朝歌城里沉睡不醒, 这件事情自然只能由他来办。 巧的是, 那名叫做彭斯的昆仑派长老, 正是当年打伤六十岁的人。 如果是别的昆仑派长老, 赵拉月可能只会断对方一臂, 既然遇着了郑主,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件事情只是件小插曲, 没有影响赵拉月的心情, 更无法改变她的行程。 遇见越过那道深渊, 便来到了真正的血缘深处。 渐往北去, 风雪渐急, 寒意渐深, 落在脸上竟有了几分刚风的感觉。 只有像她这样的迫海上竟强者, 才能够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长时间停留。 境界烧低些的修行者, 只怕会被直接冻死, 更不要说什么杀怪, 可修道者若是到了迫海上竟, 必然会留在山里, 绝对不会四处招摇, 更不会来血缘这般危险的地方。 迫海上竟离通天, 只有一线之隔, 若能平安越过去, 寿源便能增加近一倍, 谁愿意在这种时候冒险呢? 所以, 这片血缘现在只有赵蜡月一个人, 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真清净, 她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她往北去的速度不快, 经常会落在血缘里, 杀些雪怪, 歇息一两天, 看看与人间完全不同的风景。 某天她杀了一只, 看着有些可爱的毛茸茸的雪怪, 忽然来了兴趣。 提剑去了皮毛, 把雪怪尸体穿在浮丝剑上, 催动剑火准备烤熟来吃。 以她现在的境界, 用剑火烤肉, 自然是相当完美。 问题是, 那只雪怪竟是没有什么脂肪, 怎么烤也不出油, 很快便成为了焦黑一团, 如霉一般。 这种事物, 不要说香气扑鼻, 便是看着也无法引起食欲, 它也只能有些遗憾地扔了。 杀杀怪看看风景, 散散心, 对不怎么喜欢, 也已经不大喜欢与人打交道的赵纳月来说, 真是极美好的生活。 只可惜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太多天, 在她遇见越过一片泛着淡蓝色的冰川时, 一道极其寒冷而强大的气息扑面而至, 赵纳月身形微动, 在天空里带着无数道剑椅, 避开那道比朝歌城神弩更凌厉的攻击。 树道剑鸣响起, 蓝色冰川的表面出现了树道裂痕, 深入数十丈里, 阳光在那里发生了折射, 看着一场美丽而奇特。 在那些裂缝汇聚的地方, 站着一个雪国怪物。 是的, 那个雪国怪物像人一样站在那里, 从形状来看, 与人类也没有太多区别, 只是浑身长着银白色的长蚝, 又有些像人类般的熊。 那些银白色的长蚝在寒风里微微飘动, 带起极其锋利的痕迹, 可以想象哪怕是普通的法宝, 也会被其切断。 雪国怪物分为很多等级, 人族经常能够看到的雪甲虫、白兽, 都像野兽一般爬行或奔跑。 雪虫则无论是王杰还是出生, 都像蚕虫一般, 能够人形站立的雪国怪物, 必然极其强大。 赵拉月没有见过这种雪国怪物, 但看过相关的典籍, 知道这便是雪国女王的亲位, 有个极好听的名字, 叫做雪妹。 雪妹的速度快若闪电, 天生气息极寒, 力量惊人,若单纯以战理论, 可以等若一名破海境强者。 按照往年记载, 雪妹一般只在极北处活动, 蓝色冰川一带并不是他们的惯常活动区域, 看来何瞻说的没有错, 女王也在养伤, 不想被打扰, 于是把这些亲位驱到了更难些的地方。 一只雪妹有何可怕? 要不要烤来吃吃? 或者酸火锅? 只是雪妹的模样确实有些像人, 虽然高约三丈, 要烤起来吃确实有些恶心。 赵腊月心想算了, 最多割下那只脚掌试试。 鲜艳的血光, 照亮了淡蓝色的冰川, 极为美丽, 确实相合, 自古如此。 冰川表面没有再次出现裂缝, 哪怕浅浅的一道都没有, 因为所有的割影都被锁在了浮丝剑的剑身上。 浮丝剑破空而去, 如一道血线, 绕着那名雪妹高速穿梭, 擦擦擦无数声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起, 那只雪妹发出一声, 愤怒的嘀吼变成了食欲团碎块, 散落在冰川表面。 赵拉月微微挑眉, 寒风浮动凌乱的发。 雪妹不愧是女王的亲卫, 看似不同道法, 攻击手段有限, 然而身体的坚固程度, 竟是远超普通法宝。 她那一件看似简单, 居然也要费这么多事, 才能杀死一只雪妹, 如果雪妹的数量再多些, 那她应该怎样应对? 世间万事都禁不住想, 五只雪妹从冰川各处走来, 巨大的身躯在冰川表面 投射出极长的影子。 一只雪妹确实不可怕, 五只就有些麻烦。 赵拉月居高临下看着冰川, 面无表情想着这些, 隔空遥遥一直点出, 扶思剑再次化作一道红线, 瞬间来到冰川上, 连续穿过那五只雪妹的身躯。 五只雪妹依次定住身形, 身躯裂开, 变成一堆晶石。 扶思剑回到她的身前, 也变得暗淡了很多, 就像她此时的眼神, 她的脸色更是被四周的血缘 更加苍白。 连续隔空杀死六名堪比 破海境强者的雪妹, 即便是她, 也感到了些疲惫与吃力。 事情还没有完, 仿佛凭空冒出来一般, 二十余只雪妹出现在蓝色的冰川上, 这些雪妹的眼珠仿佛晶石一般, 没有瞳孔, 也没有任何智慧生命的情绪。 她可以选择欲剑离开, 向来这些雪妹就算有办法来到天空里, 也很难跟上扶思剑的速度。 但她这次深入血缘, 除了想异常所愿, 更重要的便是以战养剑。 如此凶险的完美机会, 怎么能错过? 伴着一声清亮至极的剑鸣, 她与扶思剑化作两道笔直的线条, 来到淡蓝色的冰川里。 冰川表面依然没有出现裂痕, 卷起的雪莉莉却有着无数道凌厉至极的剑鸣。 数席之间, 赵拉月便穿过了那二十几只雪妹组成的包围圈, 杀死了一名雪妹, 自己也受了些不轻的伤。 她看了一眼左秀的破口与溢出的血迹, 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在天空里转身再回, 带着浮丝剑重新杀至雪妹当中。 如此重复往返, 一白亿红两道剑光在蓝色的冰川上不停地穿梭着, 偶尔会落在冰川上发出沉重的撞击声。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又有七只雪妹被她斩成了碎块, 而她的身上也染满了鲜血。 红色的鲜血与蓝色的冰川配在一起, 真的很搭, 很美。 赵拉月的伤势已经很重, 眼神却依然平静, 甚至有些喜悦, 那份声色间的压力变成某种仿佛实质的养分, 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她的倒数, 锻炼着她的心智。 经过今日, 养好伤势, 她才算是真正的破海巅峰。 目的既然已经达到, 她转身便向着天空而去。 那些雪妹忽然聚到了一处, 只听得呼啸破空声响起, 她们竟是抓起了几个同伴, 向着天空里砸了过去。 那几只雪妹就向工程机投出的巨石,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来到天空里, 轰向赵拉月。 赵拉月脚尖轻点浮丝键, 飘至更高处的天空里, 凌乱的短发在刺眼的阳光下, 是那样的清晰。 第408集 卓如碎出关 浮丝剑展现出最大的威力, 如一道红色的缎带, 记住了那几只雪妹的身体, 然后用力一竖, 将其斩成两截, 然后飞回到她的脚下。 她的脚踩在浮丝剑上, 身体微微摇晃, 脸色更加苍白, 就在这个时候, 刺眼的阳光里忽然出现一道阴影, 从上而下直径她的头顶。 在极高的天空里应该有个人, 挡住了太阳, 形成了这道阴影, 阴影里隐藏着一道飞剑。 那名偷袭之人境界强大至极, 绝对不在她之下。 剑招之老辣, 幽冷, 更是难以想象。 赵拉月双掌一番, 带着十余道无形剑翼, 向着天空里迎去, 将那道飞剑夹在自己的手掌里。 极其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里, 那道飞剑破开了她的手掌, 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身体。 她从浮丝剑上跌落, 重重地摔落在冰川上, 蹦出一声沉重闷响。 淡蓝色的冰川上出现无数道裂痕, 就像猪网一般。 赵拉月就躺在猪网中间, 鲜血渐渐一出, 画面看着美而惨烈。 她没有看到百年之前的朝歌成意义, 不然就会知道, 不管她自己愿不愿意, 在某个时刻她与连三月真的很像。 遮住阳光的那道阴影消失了, 那个偷袭的高手通过虚静离开了血缘。 在那个人看来, 赵拉月受了她真性一剑的偷袭, 身受重伤, 必死无疑。 就算她是天生道种身怀异保, 侥幸不死, 在那么多雪妹围攻下, 也没有性力。 这里已经是血缘深处, 离那座孤高冰封不远, 那人不想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 更不想惊动雪国女王, 故而一击便走。 那个人究竟是谁? 赵拉月已经有了答案, 昏伦派掌门何卫。 何卫的境界与她差不多, 修行生涯却要漫长很多, 在剑岛经验各方面都要比她强, 更何况, 今天是趁着她与雪妹苦战之际偷袭, 她自然防不住。 冰川上响着沉重的脚步声, 那些雪妹看似缓慢, 实则奇快无比地向着这边靠拢。 赵拉月渐心微转, 确定自己伤势太重, 无法踏着扶丝剑离开, 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身来, 右手重重地落在胸口, 无形剑翼顺着手指进入身躯里, 以极快的速度在经脉里穿行, 将何谓残留的森然剑翼, 暂时镇压下来。 然后她伸手握住了扶丝剑, 衣衫无风而动, 如烟一般轻掠而前, 杀向最近的那只雪妹。 无数声烈响, 无数冰茶冲天而起, 像风沙一般遮住了视线。 赵拉月向后斜飞, 撞破那些冰茶, 落向了冰川的下方, 一声闷响, 冰川下方的血压被撞出了一个大坑。 赵拉月躺在坑底, 身上到处都是鲜血, 脸上依然没有表情, 心想, 这就要死了吗? 别人在血缘里遇着危险的时候都能遇着你, 为何这个时候你不能出现呢? 好吧, 你在潮歌城睡觉, 鲜血不停地躺落, 遮住了她的眼睛, 在她的视线里天地都是燕红一片。 她抬起袖子, 擦掉脸上的血, 心想, 如果你在的话, 我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吧。 在她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些雪妹正从冰川上向着地面跳来, 正在天空里飘着, 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 她的视线越过那些雪妹, 投向北方, 在极远处的那座孤雁的冰封隐隐可见, 她为什么要来血缘? 因为她需要战斗, 因为景久曾经来过, 因为连三月曾经想做的那件事, 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真正的原因很简单, 她只是想着来人间一趟, 总要去看看那座山。 可惜了, 深冬时节, 青山依旧草长应飞, 难忘这些年好像是真的在闭关, 已经好久没有提出, 让青山大镇开口放风雪进来的要求,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柳子死了, 元祁经在朝歌城的缘故, 缺少了四季变化的青山, 确实有些乏味, 所以当人们听到天光封顶的那声巨响时, 都纷纷欲见而起, 前去查看,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都可以了解修道生涯之无趣, 也可以为明年青山大会同门相聚之时增些谈资, 墨池长老与过南山等人第一时间走出洞府, 带着惊喜望了过去, 洞府的石门已经被轰烂, 满地的野草都浮在了地面, 炉下那把椅子被风吹倒在地, 看着极为不静, 天空里有道飞剑正在飞舞, 闪着无趣的灰宿, 与灰暗的天空仿佛要融为一体, 那道飞剑气息沉静至极, 境界极高, 速度却极慢, 看着这幕画面, 别的天光封弟子有些茫然, 过南山则是笑了起来, 笑容里有着怀念与淡淡的伤感, 轻声说道, 这家伙果然最像师父啊, 前任掌门真人的关门弟子卓如碎, 在又一次漫长闭关之后, 终于成功地进入了破海上境, 根据广源真人对他那日渐济的观察, 他的境界甚至不止于此, 已经抵达巅峰, 整座青山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各风的弟子都来到天光封, 一方面是恭贺, 另一方面自然也是好奇, 数百名各风弟子站在封顶, 看着正在与广源真人交谈的卓如碎, 眼里满是羡慕与向往的深情, 那些听说过卓如碎 过往世纪的轻柔风女弟子们, 更是一脸仰慕, 卓师叔修道不到二百年, 居然便修至破海巅峰, 真不愧是天生道中,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破海巅峰吧。 各风弟子们议论纷纷,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他比掌门真人慢了一年, 当然不算。 弟子们转身望去, 发现并不认识说话的那个人, 不知道是哪座风的同门。 说话的人是袁曲, 他说的掌门真人自然说的不是柳子, 而是锦阳真人。 听着这话, 那些年轻弟子们有些不相信, 心想难道这是真的? 在卢下与广源真人说话的卓如碎看到了袁曲, 也听到了他的话, 直接走了过来, 带着些不确定问道。 你没算错? 所有档案我都做了被翻, 你要不要自己去查查? 卓如碎有些恼火, 这么认真做什么? 再说, 比师叔祖只慢一年, 我还是很了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你比我师父慢了三年。 卓如碎顿时愣住了, 半晌后忽然大怒。 他人呢? 师父出去了? 卓如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当年我出关就胜了他, 看来他没有自信, 就是在逼我呀。 有本事你当着他面, 再说一遍, 我以前是给掌门面子。 听着这些对话, 那些不认识元曲的年轻弟子们很是诡异, 心想这人是谁啊, 居然与卓师叔说话都这般不客气。 这位是沈默峰的元曲师叔? 那些年轻弟子们的不愤于恼怒, 在听到这句话后, 顿时消失无踪。 沈默峰这三个字在现在的青山里, 有着极特殊的意味, 虽然那位传说中的掌门真人, 一直在朝歌城沉睡不醒。 那你来干嘛? 卓如碎连续听到两个不怎么好的消息, 顿时觉得人生还是那样的无趣, 重新变回从前那种奄奄的样子, 没精打采说道, 见不到我开心, 故意来闹我。 请你吃火锅啊。 卓如碎搭拉着眼皮顿时挑了起来。 好。 顾卿不在, 神莫风五人操耻, 那些猴子也不会做火锅, 所以袁曲带着卓如碎离开了青山, 去了云集镇。 警员很长时间没有住人, 顾家也换了家主, 但该有的侍奉依然如故, 当他们落在那条花溪畔时, 火锅刚刚沸腾,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童颜坐在桌边, 右手捏着长筷子的最高处, 在白汤里慢慢地滑了着, 慢条丝里的样子, 看着卓时有些令人心烦。 卓如碎就是很烦这种人, 觉得这是对火锅极为不尊敬, 以前不敢说警九, 难道还不敢说童颜? 不喜欢吃火锅, 那你在里面划水做什么? 还有, 吃饭要等人齐了, 当初你在中州派的时候, 白真人就没有教过你规矩啊。 就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卓如碎便已经调好了蘸料, 加起一块毛肚, 溺死在了红汤里。 童颜没有理他, 收回筷子搁到磁质的助枕上, 端起一杯清茶慢慢饮着。 他饮了一口茶的时间, 卓如碎已经吃掉了那块毛肚, 喝了一碗酒, 然后看了他一眼, 继续攻击道, 你现在境界不成啊, 瞎把劲儿好吗? 我以前还是很看好你的。 童颜依然不理他, 直到他又吃了两盘肉, 才缓声说道, 明年春天方景天要做掌门, 你愿意吗? 卓如碎听到正事, 手里的筷子终于静止在空中, 我自然不愿意, 顾卿呢? 如果青山掌门落在方景天手里, 将来不管是他还是顾卿, 想要继承掌门之位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那你准备怎么办? 卓如碎用筷子夹起一半猪脑花, 扔进红汤里, 搭了着眼皮。 还能怎么办? 那就弄一下呗。 来到景园后, 原曲就一直没有说过话, 由着童颜与卓如碎打鸡风, 只管沉默地吃肉, 直到这个时候, 听到卓如碎的这句话, 忍不住嘲弄。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弄? 弄, 就是弄, 直接弄。 卓如碎没好气地说道, 他越想越是恼火, 心想自己熬了快一百年, 终于破海巅峰, 结果还只能排到第三, 而且立刻就要与通天中敬的师叔找死。 这算什么事啊? 哎呀, 如果那个家伙还醒着, 会有这么些破事吗? 他愤怒地挥舞着左手, 现在连三月死了, 他还活着与死了, 也没有什么区别, 看到没有人, 接什么道理, 动什么情啊, 你不要老去和御山玩, 会死的。 这都是哪儿和哪儿啊, 再说死了又怎么了, 你有本事你飞天去啊? 顾清雨水烟的针头, 明年春天就会结成道理, 卓如碎愣住了, 带着些复杂的情绪嘖嘖了两声, 哟, 真没看出来啊, 他不是不会下棋吗? 怎么也玩得这么脏啊? 童言不想再与他绕弯子, 直接说道, 我们打算推赵拉月做掌门, 卓如碎再次正主, 下意识便要反对, 却忽然发现天光峰 竟然是推举不出来 更适合的人物, 就算他现在境界已经高得不像话, 但辈分没办法。 这个, 得容我想想, 当年在沈默峰吃果果的时候, 我跟着他学了些建议入体的法门, 能不能算作他的徒弟呢? 他拿起勺子把猪脑花盛到碗里, 低着头说道, 如果他答应这么算的话, 我就支持他做掌门。 作为赵拉月唯一的徒弟, 圆曲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恼火说道, 刚才谁说谁脏啊? 东海畔风平浪静, 青莲小轿的脸部上 没有伸出半点涟漪, 幽暗无底的通天井盘, 黄色的符纸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偶尔散发出光芒, 而更多的旧年符纸 早已失去了作用。 悬挂在崖壁上, 无风易动, 发出花花的声音, 如纸钱一般不吉利, 一道极大的阴影 从崖壁下方缓缓爬了上来, 同时而至的, 还有阴晦而恐怖的气息。 有果成似于水庵的符纹镇压, 便是山鬼也无法靠近通天井上方, 离井口还有数十丈便停了下来, 隐约能够听到争指声响起, 紧接着威风骤起那些黄纸符纹, 没有生出任何反应, 两道身影便出现在了牙上。 我都说过了, 我的速度绝对够快,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平永家觉得自己的剑道天赋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仗红着脸。 阿飘坐在她的肩头, 哼了一声。 哼,我是明皇, 本来就不能相信任何人。 你给我下来。 我又不中。 但你现在又不是小孩子, 一百多岁的人了, 怎么还喜欢坐人肩膀上? 青天剑林都几万岁了, 怎么就能坐先生先生? 两人又争吵了几句, 才渐渐冷静下来。 阿飘飘到高空, 望向崖壁那边的青色山野, 脸上忽然散出异光, 不安说道。 都夏天了, 我们是不是回来晚了? 平永家吃了一惊, 带着树道剑光踏空而起, 望向四周才放下心来。 笨蛋, 这里是南边啊, 看着树木茂密, 还是初春, 来得见。 明镜又没有四季, 我怎么分得清楚? 再说了, 朕常日忙着国家大事, 哪有精神理会这些小问题? 当他说出朕这个字时, 额上覆着的黑色刘海随风轻飘, 一昧, 亦是轻飘, 自然流露出雍容威严的帝王风范。 平永家哪里会在意这个, 嘲笑说道。 你先登基了再说。 阿飘最听不得这话。 这能怪我吗? 先生说道就道, 也不说交代个遗言, 至少, 先把遗产分了呀, 我那事呢。 这数十年, 平永家与阿飘一直都在冥界, 阿飘没有拿到冥皇之喜, 自然无法正式登基, 但在冥师的帮助下, 得到了大部分子民的认可, 与大祭司那边一直争夺着冥皇之位。 青山宗不管是景阳这一脉, 还是太平真人那一脉, 当然都会支持他。 更不要说还有童颜这个对冥界极熟悉的军师, 不出隐风, 依然远程操纵着下界的局面。 大祭司那边, 便是有中州派的暗中支援, 也依然抵挡不住, 这些年节节败退。 眼看着再过十几年, 阿飘与冥师便能解决掉 大祭司那边的反抗, 成为下界的主人, 却被召回了人间。 他没有办法, 因为青山宗才是他最重要的底气, 冥皇之喜是他最需要的东西。 那么青山掌门的归属, 自然也会影响到冥界的归属。 更重要的是, 他有些想吃景阳的火锅了。 第四百零九集 人间在想你 平勇家与阿飘坐进青莲小轿, 对视一眼, 各哼一声, 各站一边。 看着轿外变成线条的景物, 渐渐生出困意。 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靠在了一起, 睁开眼睛, 对视一眼, 再哼一声, 转头再次望向外面。 阿飘忽然惊呼了一声。 啊, 这是怎么回事? 青莲小轿停在了一条 安静的巷子里, 前方隐隐可以看到 太长似的黑炎。 童炎不是说 要去景园商议掌门之事吗? 他不是说要阿飘用冥界 当作筹码与方景天谈判吗? 为何青莲小轿会把他们 送来了朝歌城? 平勇家掀起帘布, 向外望去, 也觉得有些奇怪。 忽然听到了阿飘的哭声。 你们青山宗的人 怎么总是这样呢? 怎么这么糟啊? 七百年前就来了一次, 这次怎么还来? 你个没良心的 居然也骗我! 阿飘缩在角落里, 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 瑟瑟发抖, 显得极为害怕。 平勇家正了证才明白, 他说的是七百年前, 明皇与太平真人游历人间, 结果人族修行强者翻脸, 把其关进镇魔狱的旧事, 赶紧安慰道。 不可能, 不至于啊, 没道理啊。 阿飘哪里会信他, 哭着。 你们放了我好不好, 我不要明皇之心啊, 我, 我把自己逐出青山, 我, 我还不是明皇呢, 你们抓我又啥用啊。 平勇家被他哭得慌了, 赶紧用袖子替他擦泪水。 误会, 肯定是误会。 你看看没有仙鹿, 也没有中州派的人。 再说咱们啥关系啊, 我怎么能害你呢? 被他安慰了半天, 阿飘终于渐渐冷静下来, 发现青莲小窖外, 确实一片安静, 没有什么动静。 有些嫌弃地看了一眼 他湿了的衣袖。 就算夏天水不多, 你也不能怎么不洗啊? 咱们沈莫风的人 洗澡从来不用水啊? 我每天都是洗两遍, 怎么会有味道? 我说的是人嘛, 我说的是你这身衣服。 平勇家无言以对, 掀起叫连走了下去。 当阿飘紧张兮兮地走下来后, 青莲小窖破空而起, 向水月安飞回。 朝歌城看得一切如常, 这条街巷清静无人, 巷口外便是很多行人。 阿飘低着头, 让黑发掩着脸, 任由平勇家牵着手 在人群里行走。 平勇家看着他这副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既然无事, 何必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本来就是鬼! 果然没有什么阴谋, 平勇家与阿飘看着太长似走, 便走到了景宅, 没有遇到任何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敲门, 景宅的门便开了, 顾情微笑说道, 辛苦。 平勇家与阿飘, 与他数十年未见, 很是欢喜, 赶紧行礼。 先去看看师父吧。 平勇家跟着他往院子里走, 走了十几步后, 终于忍不住说道, 大师兄, 您刚才那句话, 听着有些不妥。 阿飘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顾情正了正才明白了怎么回事,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没有说什么。 书房的摆设与几十年前没有任何区别, 在榻上, 沉睡不醒的景宅 与几十年前也没有任何区别。 眉眼依然完美, 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平勇家正想着这些, 忽然发现栩栩如生这个词也很不好, 赶紧转身对着地面呸了一口。 您到底啥时候才能醒过来啊? 阿飘看着榻上的景酒很是难过, 原因多样。 师父为何要你水源把我们送到朝阁城来? 童言不是说在景元会合吗? 商议青山大会的事情吗? 我这边遇着些问题, 不能回青山。 顾卿沉默了会儿。 我本不想饶了你们, 但这件事情没你, 只怕做不成。 什么事啊? 顾卿没有说话, 对着阿飘。 陛下在宫里等你。 阿飘吹了吹额上的黑发, 翻了个白眼, 散发出美好气的光线。 我可是未来的明皇, 一喊就来, 一喊就走, 还要不要面子了? 不管要不要面子, 该走还是得走。 书房地道开启, 他气鼓鼓地走了进去, 走出来时便是陆国宫的卧室, 花架上搁着一件, 一看便知道极贵重的瓷器。 阿飘想着, 多年前的师门传闻, 脸上投射出 好奇与跃跃欲试的光线, 心仰难耐, 附在身后的右手悄悄 伸出了一根指头。 白发苍苍的陆国宫走了进来, 看着他脸上的光线, 便知道他在想什么, 赶紧说道, 没必要,没必要。 陆国宫带着阿飘进了皇宫, 自然小心遮掩, 没让任何人发现。 朝会还没有结束, 他先把他带去了太后的寝宫。 胡太后看着阿飘, 顿时从榻上爬了起来, 擦掉眼角的泪痕, 把他抱进怀里, 心疼说道, 怎么去了这么多年才回来? 瞅瞅, 这脸白的, 这身子瘦的, 定是没有吃好。 朝更成一役后, 阿飘在皇宫里住了好几年, 胡太后一直想要个女儿, 对他疼爱有加, 阿飘对他很亲热, 但听着这话还是忍不住。 下面又没有太阳, 当然会更白。 一开口就知道, 是沈默峰的弟子, 不会好好说话。 景瑶回殿里取见重要事物, 听着母后抱怨都没与阿飘说什么话, 忍不住叹了口气。 母亲, 他毕竟是未来的明皇, 您不能总把他当小孩子看, 还是应该尊重些。 胡太后听着便恼了。 我把你父皇送我的珠花都给了他, 还要怎么尊重? 景瑶很是无奈, 心想这就不是一回事。 接着又想起某些传闻, 犹豫片刻说道。 有件事, 我说了您别生气, 只是师父他要成亲了, 您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要总。 胡太后面乳冰霜, 重重地一拍案集, 盯着她的眼睛。 我为何时常照他敬殿, 你不清楚是为了什么? 还不都是为了你, 要避嫌吗? 我都和他隔了十几张, 眼睛眉毛都看不清楚, 你还要我怎么避嫌? 我搬去祁盘山, 还是你要我回老家的山洞? 你给我说清楚。 景瑶哪里还敢说什么, 赶紧上前跪着, 哄了半天才总算把她哄好, 然后逃一般地离了寝宫。 待她离开后, 胡太后的怒意顿时消失无踪, 变得异常平静, 只是下一刻又忽然抬起双手, 捂住了脸, 无声地哭了起来。 京宅里平永家看着空空的庭院。 师兄, 什么时候再种棵树吧? 难道师姑还没消起啊? 传话题也这般生硬, 看来在明记的这些年, 小师妹把你照看得不错。 平永家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总觉得师兄郑重歧视地要回来, 必然不是小事, 有些紧张。 确实不是小事, 甚至可以说比较危险。 当年朝阁城一役, 布老林也算是出了些力, 所以朝廷事后没有追击得太紧, 却没想到让他们在朝阁城里渐进生根。 这些年很是弄出了些事端, 不过这样一来, 布老林也露出了更多面目。 去年秋天的时候, 让我找到一条线索, 大致确认了太平真人的位置。 我这次请你回来, 便是想让你协助我把他抓住, 或者直接杀死。 我? 救我? 就凭我? 没人知道布老林在朝廷与各宗派里到底有谁, 我只能信任自己人。 听到自己人三个字, 平永家再没有任何畏惧, 但还是有些疑虑。 我和你家起来也打不过他呀。 我现在有皇城大镇, 如果太平真人进了朝阁城, 可以暂时把他控制在某个地方, 而你要做的事情, 就像是一百年前那样, 把剑乙击发出来, 杀死他。 你说的是诸仙剑阵? 不错, 当时你的剑乙被师父借用, 朝天大陆便只有你知道, 诸仙剑阵如何施展。 顾卿不等他说话, 继续说道。 你那时候会在皇宫里, 隔空不振就好。 平永家有些紧张。 诸仙剑阵倒确实经常出现在我梦里, 可是我没有自信啊。 我最近这些年, 一直在研究成天剑法三眼事, 我们可以参讨一下。 当顾卿与平永家这对师兄弟 头对着头, 低声商量着那件大事的时候, 他们的师父就躺在不远处的榻上, 闭着眼睛, 依旧美不堪言, 莲花不曾蒙尘。 经旧沉睡了百年时间, 朝天大陆还有很多人记得他, 青山里的那些弟子们 更不会忘记这位老祖, 但既得与想念是两回事。 世间的人们忙着高歌生命的多彩, 哪里会想他呢? 也就是神末峰的这些人和别处的船人们 会经常想念他, 希望他能够尽早醒来。 现在这些人正面临着人世间最麻烦最危险的境况, 自然更加想念他, 心想如果他在, 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问题是, 就算景久这时候真的醒来, 难道就能解决这一切? 赵纳月的视线落在北方那座遥远的冰封上, 带着些血色, 他也在想这个问题, 很快便得出了结论, 我为什么要指望你, 哪怕你是景久? 既然你没有陪我进雪园, 没有陪我六年, 那我就要一个人走出去。 扶思剑无风而动, 割裂衣袖与裙摆, 然后如针线般, 把那些布袋紧紧地缠绕在他的双臂上。 飘然的仙佳意味, 顿时变成了铁血的战场味道。 赵纳月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口气, 双手握住扶思剑的剑柄, 嘀喝一声, 踏碎冰雪, 向着天空里的那些雪妹迎了上去。 一道血色的剑光展开了蓝色的冰川, 然后划破了更蓝的天空, 无数的惊械漫天飞舞, 比寒冷更寒, 如箭雨一般, 射向四周, 然后在地面弹起, 被呼啸的风再次卷起。 食欲到寒冷而可怕的气息, 如冷酷的野兽一般, 扑向他的身体, 如撕咬一般, 伤害着他的身体, 搓磨着他的精神。 冰川前不停响起轰击的声音, 它不停地落下然后飞起, 鲜血就像冰屑一般, 到处喷洒, 他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脸色越来越苍白, 握着剑柄的双手却还是那样稳定, 眼神还是那样冷漠, 天光渐渐暗了, 便是入了夜, 不知是逃顿还是追杀。 他与那些雪妹从冰川处来到了雪原上, 在漫天繁星的照耀下, 那些雪国女王的亲卫, 看着就像神话里的怪物一般可怕, 这些怪物似乎根本感受不到疲惫, 从始至终都没有降低过攻击的力度与频率, 他的白衣破了很多道口子, 只靠系在手臂与大腿上的布袋维系着, 看着就像准备去吸理摸鱼的小丫头。 鲜血不再喷溅, 不是因为雪妹无法再伤到她, 而是因为她的血已经快要流光了。 被雪妹利爪撕开的血肉, 泛着令人心悸的淡粉色。 清晨的血缘上到处都是裂口, 就像她的身体一样。 雪妹死了很多只, 到处都能看到尸骸的碎片, 还有五只雪妹没有死, 也没有受什么重伤, 围住了她。 她的呼吸很沉重, 胸膛微微起伏, 身上到处都是破布, 以及像破布一样的被撕烂的皮肉。 有好几处甚至都能看到玉一般的骨头。 繁星不忍看此画面, 渐渐隐于夜色, 很快便被晨光代替。 她不行了。 事实上被昆仑掌门河为偷袭, 落到冰川表面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不行了, 但她还是持续战斗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微风浮动野草般的短发, 扶过她血肉模糊的身躯, 带来不亚于凌迟般的痛苦, 却无法让她的浓眉颤抖一丝。 她缓缓松开左手, 只用右手提着腐丝剑, 就像提着刚从溪里摸出来的一尾鱼。 她低着头, 看着脚前被自己汗水滴穿的雪面, 没有说话。 她疲惫到了极点, 但没有坐下, 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坐下, 便再也无法站起。 第四百一十集 活着的理由 五只雪妹看着她, 如晶石般的眼睛, 仿佛变化出了某种情绪。 情绪对这种高洁雪国怪物来说, 本就是极罕见的事情, 更何况, 她们此时的情绪是尊敬。 雪国的规则非常简单, 尊敬只会是低洁生命 给予高洁生命的礼赞。 她们是雪国女王的亲卫, 过往无数年里, 这种尊敬只会给予女王陛下。 这些尊敬不代表就此别过。 她们向着赵纳月走了过去, 高大的身影带出阴影, 如山一般渐渐合拢。 赵纳月很擅长推演计算, 直到下一刻便是死亡, 不会有任何意外。 在长夜即将到来的这一刻, 她想起了很多事情, 然后又想了很多事情, 气息却渐渐平静下来。 大道在上, 没有修道者可以温和而平静地 接受长夜, 但当长夜真的来临时, 能平静些也是好事。 就在这个时候, 暗道里没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却忽然发生了。 那五只雪妹停下了脚步,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转身向北方走去, 很快便消失在了冰川的那一头。 赵纳月抬起头来, 看着远方那座孤峰, 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反而更加警惕。 一道极其强大甚至应该称之为宏大的神石, 从那座遥远的孤峰而来, 落在了她的石海里。 嗡的一声响, 仿佛无数道谷中同时被敲响, 赵纳月脸色苍白, 喷出一口泛着金色的精血。 好在下一刻, 那道神石便离开了她的石海, 回到了那座孤峰。 只是一瞬, 她便感受到了很多对方想要传达的, 极其丰富而且复杂的信息, 而其中最为清晰明了的是四条。 我们很相似, 我们都不是替代品。 我们会更加强大, 然后真正战胜那些造就我们的人。 希望你能活着离开, 虽然这很难。 初春时节的白城, 依然寒雪纷飞, 雪原见后, 宾夕冻到最底, 看着就像是水晶刻出来的艺术品。 何瞻琴棋书画都很擅长, 最擅长的还是烤鱼, 被很多人评为, 堪称艺术的存在。 但这些天她考得鱼一天比一天难吃, 素素却罕见地没有发脾气, 因为她知道何瞻在担心, 根本没有心情做这些事情。 赵蜡月进入雪原已经很长时间, 却还没有回来。 前些天有些修行者自雪原归来, 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说曾经在某处见过她, 有些语言不详, 尤其是那名受了伤的风刀教徒, 一直盯着那些同伴, 似乎防止他们说漏了嘴。 曹元是上一任的果成寺岛红尘传人, 何瞻是这一代的岛红尘传人, 他与风刀教的关系自然不同, 在他的逼问下, 那名风刀教徒最终还是说出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知道赵蜡月杀死了那名叫做彭斯的昆仑派长老, 何瞻并不怎么担心, 只要别人不知道就好, 问题在于现在已经是初春时节, 青山大会就要召开, 为什么赵蜡月还没有回来? 我当初就觉得, 赵姐姐去雪园绝对不是为了以战养剑, 以她的性情, 肯定想去那座冰封看看。 就算赵蜡月天赋再高, 境界再高, 若真去那座冰封见雪国女王, 也必然是死路一条。 何瞻沉默了会儿, 把手里的烤鱼交给瑟瑟。 我去看看。 瑟瑟知道她拿定主意, 便不会反悔, 没有劝她, 只是提醒。 小心些。 放心, 我不会进去太深, 只是担心她需要接应。 既然做了决定, 便不再耽搁, 瑟瑟从屋里取出一个箱子, 扔给她。 这一百多年里, 何瞻不知道进了多少次血缘, 杀了多少血缘怪物, 经验丰富至极, 箱子里放着需要的事物, 根本不用临时在整理。 她接过箱子, 便踏空而起, 向着雪原方向而去, 走得随意自然, 就像每天去白城买鱼一样, 实则心情有些沉重。 刚到天空里, 她忽然听到军营与别的庭院里, 发出数声惊呼, 紧接着有十余名修行者, 或者御剑, 或者御气, 向着雪原那边而去。 何瞻有些吃惊, 向着雪原那边望去, 神情威灵, 身影骤须, 化作一道清烟从天空里消失。 现在的朝天大陆修行界, 单以身法论, 除了景久, 便以她的速度最快, 即便是中州派的天地顿法, 也急不上她在青天剑幻境里, 随洪老公共学的身法。 她轻而易举地超过了那些修行者, 只用了数十夕的时间, 便来到了那座黑石山前。 山谷外围的积雪极厚, 表面只残留着几片被鸟儿落下的枯叶。 咯吱声响, 枯叶皱碎, 雪面塌陷, 一只满是污垢与干涸血迹的脚落了下来。 过了会儿, 另外那只脚也落了下来, 伴着雪地被踏破的声音, 一个衣衫破烂的短发少女从山谷里走了出来。 少女行走的速度非常慢, 每一动一次脚步仿佛都要用上全部的气力。 寒风骤破, 何瞻如一道清烟来到她的身前, 看着她的模样震惊无比, 伸手想要去扶, 却不知道能在何处着手。 她的衣衫破烂不堪, 更可怕的是浑身都是血与伤口, 找不到一处完好的地方, 右脚的小指竟然也断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赵蜡月看着她面无表情。 我和你不熟, 所以你不是幻觉。 那道神石落下之后, 再没有雪国怪物出来找她的麻烦, 就像雪国女王传递的信息那样。 身受重伤已经濒临死亡的她, 想要活着离开雪原, 本就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剑圆消耗一空, 身体与经脉千疮百孔, 根本无法冥想恢复, 也无法预见, 只能走。 于是她从遥远的雪原深处走了出来, 直至靴子都被磨成碎片, 至于在战斗里失去的小脚趾, 在寒冷的雪地里反而感受不到疼痛。 走出雪原最大的困难, 不是伤口与疼痛, 而是意识涣散时出现的幻觉。 在漫长的风雪旅程里, 她看到过景久、 父母、阿大、 元曲、 卓如碎六十岁、 百枣, 还有一个面容模糊的女子, 那不是果冬的脸, 那么便应该是她想象出来的脸三月的脸。 在极度虚弱的状态下, 很少有人能够战胜这些, 会随之失去方向, 就此迷失在风雪里。 但她没有,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 平时的她心中只有大道, 就连景久也要隔几年才想一次, 那张漂亮的脸怎么可能出现得如此频繁。 就这样走着走着, 她的伤势没有变重, 也没有变好, 她就在生与死之间行走, 走了不知道多少天, 终于走出了血缘, 看到了何瞻。 这时候就算是一粒雪花都可以轻松地击到她, 但她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 没有失去推演计算的能力, 平静地判断出对方是真实的存在, 并非虚幻。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倒下了吧。 赵腊月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于是她倒了下去。 安静的庭院里, 那棵应该很难在初春生出青叶的梨树, 忽然一夜之间开了花。 那是庭院里摆了一个聚灵阵, 吸收了很多天地元气的缘故。 风刀教主有些疲惫地从她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与何瞻说了几句话, 便告辞而去。 院外到处都是修行者与神卫军将领, 风刀教主微微皱眉, 看在这些人还算安静的份上, 没有说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赵腊月身受重伤的消息, 还有些人亲眼目睹了她可怕的伤势, 整座白城都震动了, 都想知道血缘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地元气如丝般聚于庭院里, 然后顺着阵法进入室内, 如春雨般向着踏上洒落。 瑟瑟见到何瞻回来, 抹掉眼角的泪痕。 怎么说? 只能暂时维持着, 能不能有效, 关键还是要看她的意志。 不过放心吧, 她的意志之强。 何瞻看着踏上的赵腊月, 沉默了会儿继续说道。 天下无双。 瑟瑟有些恼火。 就算封刀叫想不出什么法子, 那刀胜呢? 何瞻摇了摇头。 刀胜说了, 就连她也没看过这么重的伤。 曹元的原话还有一句, 以赵腊月的境界受了这么重的伤, 应该必死无疑, 至于她是怎么活下来的, 谁也说不清楚。 瑟瑟转过身去, 用指尖取了些膏药, 小心翼翼地抹在赵腊月的伤口上。 她非常用心, 手法非常轻, 便如春风一样。 但昏迷中的赵腊月, 依然皱了皱眉, 似乎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 瑟瑟的手指忍不住颤抖起来, 再也撑不住了, 哭着。 她这一路上, 得有多痛啊。 何瞻看着踏上的赵腊月, 眼里满是钦佩的神情。 受了这么重的伤, 居然还能从血缘里走出来, 真是了不起。 就在这时, 赵腊月睁开了眼睛, 缓慢转头看了看何瞻与瑟瑟 确认了自己现在的情形。 瑟瑟抽气地说道, 姐姐对不起, 我怕你弄痛了吧。 我不喜欢痛, 但也不怕。 赵腊月对着她说道, 然后望向何瞻。 我答应过她, 要活着, 要永远活着。 也许将来我与她的道路不同, 但目的一样。 所以只要能活着, 什么我都可以承受。 这就是答案。 寒风呼啸, 吹散了庭院间的残血, 也吹落了庭院里的梨树白花。 一艘巨大的青山剑舟, 降落在雪原间。 广源真人脸色沉宁, 带着几名侍月风长老, 踩着一地梨花, 走进了房间。 前些天灼如碎出关时, 元曲说的那句话, 早就已经传遍了青山九峰, 直到那个时候, 青山里的人们才知道, 赵腊月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史上最年轻的破海巅峰, 就连当初的景阳真人也被她超越了, 就算在青山中, 她也是独一无二的瑰宝, 得知赵腊月在雪原里受了重伤, 青山自然震动, 连夜派出了剑舟, 更有广源真人这位通天大午亲自带队。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广源真人与那几名侍月风长老走出了庭院, 看着他们的神情, 风刀教主与那些修行者纷纷松了一口气, 青山宗不愧是底蕴最深厚的正道大派。 试月风上的奇珍仙药难以计数, 这次整整搬来一船过来, 如果还治不好赵腊月, 那真是没天理了。 夜色极深时, 一道极淡的身影, 借着星光被云遮住了一瞬, 落在了庭院里, 地面的梨花纹丝不动。 推开房间门, 那人掀下为貌, 露出了那张依然稚嫩的脸, 与极具特色的两道眉毛。 何瞻看着多年未见的老友, 有些激动, 上前与他抱了抱。 你一直就藏在青山宗里? 童颜微微一笑。 那还能藏在哪里? 稍后再学, 我去看看他。 来到榻前, 赵腊月睁开眼睛, 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满是不悦。 你为何要冒险出来? 他用了好些世月风的真药, 广原真人又用剑缘 替他偷卖静意了一番。 现在伤势看着极恐怖, 精神已是好了不少, 至少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首先是确认你的伤势, 再就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童颜不在意 他的态度, 平静说道。 朝歌诚好像出了什么事? 听到朝歌诚三个字, 赵腊月自然想到景久, 渐眉微调。 臣子不是在那里作证吗? 童颜有些意味难明地 摸了摸自己的眉。 不是景久, 是顾卿。 赵腊月重新躺好, 平静说道。 什么事? 他把平永家和阿飘 召到了朝歌诚, 没有提前通知我, 我传信问他, 他也没有说。 然后? 如果你伤势好些, 能不能走一趟朝歌诚? 瑟瑟端着一碗红油脑花,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听着这话, 险些直接连碗都破到童颜的脸上。 你有病啊! 何瞻知道童颜不是那种不知轻重之人, 明知道赵腊月身受重伤, 还要请他去朝歌诚, 必然是顾卿那边出了大事, 赶紧接过那碗脑花, 放到了桌上, 抱着瑟瑟出了屋子。 请不吝点赞,